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被吓到了 没人能轻易的相信眼前看到的画面 也许这一幕只会在电影里出现吧 刚刚那个站在崔花身边的家伙 双臂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如同一只猛虎 而且还是能够上天那种 这个人自然是李高楼啊 在拉住崔花的那一刻 他的脑子里边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计划 这栋楼在别人眼中或许无可奈何 但对李高楼来说没什么难度 毕竟他当时可是被子黎黎逼着 从冰岛的断崖一路爬上去 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的绝望 现在只是小场面而已 这栋教学楼总共也就十来层的高度 很短的时间 李高楼就已经到了最顶层的窗户 黄心就在他头顶的位置 然而这一切黄心是不知道的 包括他身后的那些教官也一无所知 而下方的人群则鸦雀无声 他们眼中的场景充满了无法描述的刺激 李高楼简直是从天而降的超人 令人瞠目皆舍 尤其是现在 只差最后一步 他就能把黄心给救起来 更是让众人的心都快从嘴里飞出去了 崔花握紧拳头 他的脑子里边除了紧张之外 剩下的就是震撼 这个人就是李高楼 这个疑问出现之后 跟着他自己就肯定了 没错 他一定是李高楼 从高考分数公布之后 他就一直寻找李高楼 从柳川到东海了解了太多太多关于他的事 那此刻眼前发生的这种事情啊 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许匪夷所思 但这个人如果是李高楼 那就可以解释了 正在崔花啊 想到这儿的时候 黄心突然站起来了 深吸了口气 他脸上满是暗淡 然后女孩闭上了眼 他决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下一刻 就从黄心的眼前 一个人影就跳了上去 那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啊 黄心都没反应过来 李高楼已经抱着他 跳到天台了 几名教官反应倒是奇怪 虽然不知道李高楼 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却第一时间过来拉住了黄心 所有人悬在心口的石头 就这样落了地了 至于说黄心 则是坐在地上一阵恍惚 眼泪就下来了 他这种情绪非常容易理解 很多时候 想不开的人 只是一瞬间的念头 的确就跟之前那位教官说的一样 这就是一道坎儿 跨过去之后 都会觉着自己非常可笑 然而 就是很多人跨不过去 死脑筋 扭脚尖 有时候啊 会爆发的力量 别人没法理解 更没法体会 现在随着眼泪流出来 黄心突然就想通了 更是觉着后悔和后怕 小李同学 蹲在他旁边笑了 老同学啊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没必要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 黄心的确很漂亮 那种漂亮啊 是让人看在眼里会觉得 怦然心动的感觉 清澈的眼睛 小巧的鼻子 加上隐约能够闻到的香味 明明是刚刚从跳楼 这个场景中离开 却不妨碍李高楼 发现他的美丽 怪不得二狗子 那么着迷呢 上高中那会 嘴里边天天就念叨 黄心则是一愣 这个时候 他看向眼前救了自己 这家伙 尤其是老同学 这三个字 让他觉着奇怪 我们认识吗 虽然说这么说呀 有点不太好意思 但事实上 他的确没见过这少年呢 李高楼笑了笑 我叫李高楼 三家二班的 可能你以前没注意我 他这句话说得很坦然 实际上 也是自己啊 觉着那会儿 在柳春高中 没什么太出彩的地方 但是黄心愣了 你是李高楼 瞪大眼睛 他之前的颓废和绝望 突然间变成了一种欣喜 李高楼自己不觉着 他这名字有什么特殊的 但黄心却很清楚 任何一个 跟他同级的人 都不会觉得这个名字特殊 因为这个人 创造了柳川高中 太多的历史 从年级倒数 直接填报 京师大学的气魄 再到跟朱丹青两个人 拿到全国竞赛满分的神话 一直到最终 高考全部满分的奇迹 李高楼 简直是柳川高中的英雄 那柳川高中 现在都琢磨着 在学校操场上 给李高楼 数个雕像了 那个时候 黄心就很想跟他认识 不过小李同学整天呢 也不招个学校 黄心呢 哪有那个机会啊 说起来更加奇妙的是 之所以黄心 会来到京师大学 其实其中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李高楼的关系 当时年纪第一 永远是朱丹青 但是年纪第二 永远是黄心 朱丹青当时 添报了京师大学 给黄心造成 很大的心理压力 他其实一直想要 战胜朱丹青 却始终没有做到 再加上李高楼的出现 更让黄心产生犹豫了 所以啊 他参加了京师大学的 自主招生 并且顺利的被录取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会在这儿出现了 鄂人岛的经历 虽然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李高楼身上 那改变却是巨大的 尤其是他的长相和气质 完全跟黄心记忆中的 影子不太一样 所以刚刚啊 才会没认出来 黄心站起身之后 非常认真的 朝李高楼说 很高兴见到你 谢谢 这一颗他的眼神 完全就是注视自己偶像啊 小李同学 不太好意思的点点头 似乎这个时候的他 看上去才仿佛十八岁啊 那李高楼 这位老同学的出现 让黄心焕发了新的生机 几名教官就在旁边 他们俩聊了很多 李高楼说 这二狗子当时对黄心的迷恋 黄心则是聊着自己同学 对李高楼的崇拜 这种青春的气息和记忆 总是可以让人的情绪 变得高昂 以至于两个人聊着天 直接下了楼了 黄心自己好像都忘了 之前他可是打算 从天台上跳起来 教学楼下崔花 他们都在等着呢 那围观的人呢 非常多了 所有人都在热议着 之前李高楼 匪夷所思的表现 但是基本上 没人知道他的身份 崔花没解释 大家伙也以为 李高楼应该是啊 什么特种兵之类的 所以在看到 李高楼跟黄心的时候 呼拉抄一下 很多人都围上来了 最终都被教官喝斥着 带走参加接下来的集训 很突然 几个女孩刺耳的声音响起 我就说嘛 细经一个 装什么装 绿茶表 哼 还自杀呢 白莲花吧 正好 这几个人并没有 刻意压低的声音 传到了李高楼 和黄心的耳朵里 黄心一愣 他看到这几个人的时候 眼中出现了一丝惊恐 显得面色苍白 咬着嘴唇 他看到李高楼 询问的眼神 黄心说 他们 是我的室友 李高楼隐约明白了 黄心这样一个 活泼开朗的女孩 为什么会选择跳楼 这种极端的方式了 崔花则憋不住火了 直接对那几个女孩 出声训斥 你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吗 这就是你们接受过 教育的表现吗 崔花说完 对面这个女孩 嗤之以鼻 显然呢 没把崔花放在眼里 深深的看了黄心一眼 几个人冷哼的 然后转身叫走 李高楼喊住他们 哎 几位同学 请等一下 她的话 让这几个人都停下了 不知道李高楼 打算干嘛呀 然后小李同学 一步步的往前走着 最终站在 几个女孩的面前 然后李高楼 说了一句话 我屈你妈的吧 李高楼一巴掌 结结实实 轮在最前边 那女孩的脸上 跟着一脚 把她踹飞了